社区营造 城乡发展 城市行销 交通规划 社会公平 民主参与 公共的事 您我的事 欢迎收听 公事好好说 公司 厚厚共 公司 呵呵共 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合作直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公事好好说节目 我是中山大学海事所教授蔡红站 公事好好说节目是由高雄广播电台跟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合作直播 这个节目最主要是邀请各方的人士 民意代表 政府官员 学者 专家 业界 公民 团体 社区 一起来讨论针对公共的议题 进行在地的经验的讨论跟分享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非常有趣 而且对每一个人应该都蛮有感的 就是来养一只猫吧 现代的社会里面 很多人都有养猫 这个理由其实看起来也很直接很单纯 因为动物的心灵是非常纯真而且直接的 你对它关心 你对它友善 它就会对你贴心 所以我们的总统 就是江湖人称猫大统领 然后我们的准副总统 被称为叫做战猫队长 所以猫对很多当代社会的人来讲 它们的感情 很多亲密 体谅 甚至于跟家人不相上下 这些猫的收养 其实就是在面对一个生命 你要好好的照顾它 所以照顾一个生命 它有很多的责任 很多的美感要去做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这些猫 我们有时候在路上会看到有些猫 是流浪猫 需要被照顾 它到底上哪边去的 应该做到怎么样的对待 其实是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 整体对生命的感受概念是什么 所以虽然是一个 大家每一天都遇到的议题 可是说真的 它意义还是真的很深刻 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 邀请到这个猫咪中途 咖啡厅的创办人 黄思宇小姐 嗨 大家好 我是黄思宇 还有跟这个猫咪中途咖啡馆 合作的这个建中动物医院的 李万鹏 李院长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建中动物医院院长李万鹏 好的 那这个黄思宇小姐 大家称呼她叫做小疤 因为她 她创办了一个猫咪的中途咖啡厅 那你可想而知你听到就是说中途 那她会收养这个流浪猫 并且进行一个妥善的处理 然后出养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蛮需要费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先请问这个小疤 你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理念 然后来成立这样的一个中途的咖啡厅 驿站 好 那我可以说我小时候的故事 其实我在开这间店的时候 大概才26岁而已左右 那当初在做这间店的发想 其实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做这个规划 那因为大学的时候呢 就会有救到猫的经验 然后我们其实学生能做的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救到猫 然后带去医院看医生 看完医生照顾之后 网路上进行发文送养 但是结果发文出去 然后找到了领养人 送猫出去之后就会容易被封锁 然后人家就会避不见面啊 或者是乱七八糟 你就会找不到这个人 然后不晓得说你今天这一只猫咪送出去 到底是对这只猫真的是好事还是坏事 还是我只是有点像是做伴手爱心这样子 把猫咪丢给一个人 我就不管他了 那个时候其实 网路上还是会有一些关于虐猫的消息 所以其实心里面就会很害怕 然后就开始在规划说 如果我今天真的是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变成一个 有点像是企业 有点像是一个公司 那每一个人在来跟我领养猫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个更大的 我想是保障或者是信赖 那当今天你在我这边领养猫 那我们就可以教你怎么样去把一只猫咪照顾好 那当你今天觉得有问题了 有状况了 其实你都可以因为信赖我们的关系 所以回来询问我们说猫咪该怎么样去进行照顾 算是一个比较双方的互惠 就是今天我在把猫咪送出去 不只是很纯粹的在送猫 而是我希望可以把每一个领养人都当成一个好朋友 那你今天有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回来跟我们做咨询 那这样子就是可以在一个不给对方压力的情况下 我也可以确保未来这些猫咪真的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生活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决定了开这一间 就是养一只猫把猫咪中途驿站 那我们其实更希望它是一间 当然讲咖啡厅是因为大家比较能够了解 我们店里面在做什么事情 但事实上我更希望它是一个类似像共享空间的地方 今天就是有人类有猫咪大家一起在一个空间里面 一起互动啊一起玩耍 我们甚至有办一些包场活动课程讲座 然后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游戏体验这样子 那让大家在活动的过程中或是来喝咖啡的过程中 你可以跟猫咪去做一个更详细的算是互动 因为现在其实在网络上面领养猫 很多都会因为颜色年纪啊大小啊 然后去选择说我喜欢小白橘帽 就是那种白底橘帽 小只的越小越好 什么小只亲人可爱好照顾 这种人真的很多 但是事实上每一只猫咪它的个性都有所不同 跟它的大小没有太大的关系 有些很不亲人的猫咪 其实从小就是很不亲人 你再怎么养都会没有办法到 它真的非常非常亲人 猫咪亲人其实有点点跟基因有关系 跟它爸妈有关系 但是现在就会有个迷思 就是说猫咪势必要从小养起 那就变成像那种颜色比较没有那么讨喜的 黑猫啊戴妹啊 或者是虎般色的猫咪 相较之下在网路上的曝光度就会很低很低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一间店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让大家在来店之后呢 你会比较不会去在乎猫咪的颜色 或者是大小而是去专注在 每一只猫咪的个性上面 那每一只猫咪有每一只猫咪不同的个性嘛 有些可能非常非常亲人 有些可能就是比较那种你知道帅气型 就没有打算靠近人类 比较跟你像是室友的感觉 可是就算是这种猫也是会有人喜欢的哦 对 每一种不同的人类其实喜欢的猫咪都不太一样 像有些人他可能生活是那种比较活泼的 他会常常出去玩啊出去露营啊 或是出去晚上夜唱啊 那像这种情况下 他其实养亲人的猫反而对猫咪来说也不太好 因为猫咪会 这种亲人的猫会很需要人类的陪伴 那当他今天没有人类在身边的时候 他会变得比较孤寂 那像有一些人他是那种 比较常常待在家里面的 然后像有那种SOHO族的工作的 像这一类型的人 他就很适合养这种亲人的猫 因为他就是时时刻刻都会待在家里面 跟他做一个亲近跟相处 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比较依自己的生活习惯 来去决定自己到底想要养什么样子的猫咪 而不是纯粹因为颜色花 就是颜色啊大小啊 这种外在的因素外表的因素 因为大小总是会变大嘛 那颜色虽然不会变色啦 但是每一种不同颜色的猫咪 其实都是非常可爱的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再去看到一些猫咪 内心深处的东西 而不是很纯粹的就是想要什么猫 然后就养什么猫这样 谢谢小霸 虽然在短短的这10分钟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讲到非常多 realmente echt 照顾一只猫的那一种重要的细节 他都在很快的就很有条理的把他讲完 而且我很佩服他们这个 茂密中途咖啡厅的一个模式 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讲到 收养这些流浪动物的时候 其实都有一种传统有一种说法 就是什麼愛心 善心 然後做功德 然後輪迴變貓 你救了他以後就可以立地成佛 等等 但是小巴他們做的這件事情 一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就是他用一種能夠經營的 有利潤的 可是利潤這回歸於 對於你這個生命 你要怎麼樣照顧他的理念上面 這一點來講 我覺得是讓人家印象很深刻 我們如果我們的公民社會裡面 我們都可以用這種方式 比如有環保團體 你也可以通過一些 我們前幾集有講過 探權的這種獲得 然後去資助你的環保行為 那你就發展出一個成功的商模 去實踐你的理念 然後對這個社會 做出正面的貢獻 剛剛小巴已經幫我們解釋了 這些貓的這些羚羊 然後其實必須要尊重那隻貓咪 不是出於你自己的偏好 這個過程裡面 我相信小巴一路走來 一定有很多你的辛苦之處 那你能不能談一談 在這個貓咪中途 驛戰的這一個創辦經營過程之中 你覺得對你來講 印象最深刻的挑戰困難是什麼 那你怎麼去解決它 其實我們當然作為一間 就是實體營業的店面來說 那就跟很多的店面一樣 就跟餐營業一樣 其實包括天氣啊 或者是疫情啊 這種情況下 我們都還是會收入減低 那因為我們又跟其他店面不一樣 是當初疫情的那一陣子 可能很多人會直接 乾脆就電修三個月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這麼做 因為貓咪該吃飯也是要吃飯 該看一下也是要看醫生 還是需要有人去照顧它 所以我們必須做的支出 都還是得支出 那在這種情況下就只能去 一直想辦法的去拓展自己的 算是營業的方法 就是用各式各樣不同的 包括網路啊 或是像那個時候 友善哲哲募資做募資 然後販售一些周邊的商品 然後來增加自己的利潤 這樣才有辦法去把這一些費用 給用在招呼貓咪身上 那當然除了這一些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的成本 最難去預估的 就是我們救到貓咪的狀況 有時候可能會 假設這一次運氣比較好 救到的貓咪都是比較輕微的狀況的 可能只是脫水 可能只是營養不良 那就是一般的就是去照顧它 然後醫療它就可以好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接到一些 比較麻煩的 就是可能它車禍 或是它吞食異物 可能它骨折 那像這種情況下 我們會需要的一個醫療成本 就會更加的擴張 那這種情況下 就是勢必要再想辦法去 伸出更多的營收來 然後來去照顧這一些貓咪 講到這裡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醫院的醫師出場 這是為什麼我們找建宗動物醫院的李萬鵬 李院長 他是跟貓咪中途咖啡廳合作的醫院 那不是每一個醫院都願意跟這種中途一戰合作的 那我們就來請問這個李院長 你是怎麼樣的因緣際會之下 然後跟這個中途一戰有 小巴他們有合作關係 那中途是會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必須要解決的嗎 剛開始的時候是應該是經過愛媽的推薦 那就是中途一戰就來找我們 那看了幾隻貓之後呢 大概就是大概就有個默契 就是說願意跟我們一起找我們一起合作 就是做一些醫療的工作 那我們當然主要就是說中途的話 他貓來了之後嘛 第一個我們就是要先做一些基本的身體檢查 除內外寄生蟲啊 或是做一些貓艾滋貓白血 還有貓溫的一個篩選 這樣都處理好之後 那他們再帶回去照顧這樣子 那這個愛媽你提到一個名詞 就是我的理解應該是說很具有愛心的人 然後他去拯救這些貓來送到 也許是中途之家 也許是就轉介到你們醫院去治療 那在這個愛媽的這一種 這種拯救貓咪過程裡面 那你們有沒有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跟支持 遭遇到怎麼樣的困難跟支持 他會希望他是做好心啊 所以他送貓來給你醫療啊 最好你免費醫療啊 這種情況 基本上愛媽也是有很多種啦 有的他是會自立自強的 那有的他是會募款的 各種不同的方式 那當然愛媽也不可能只有跑一家醫院 愛媽通常有很多家醫院 跑來跑去的 那其實就看吧 如果說我們都是一樣的治療啦 不管你是愛媽或是一般的民眾 都是一樣的治療 那當然是說費用方面的話 那我們會看情況做一些調整 不過沒有辦法說都沒有收費啦 因為畢竟我們也是一個私人診所嘛 這個我就像我剛剛跟各位聽眾朋友介紹的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這是一個 它可以成為一個商業模式 就是我們雖然不是把貓咪當成盈利的工具 但是通過合理的收費 其實小爸也好 那李院長也好 他們在拯救生命照顧生命的過程之中 是想辦法財務自主的 這一點在當代社會變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很佩服他們能夠做到這樣子 就是有具體的能力去實踐自己心中所持有的理想 因為剛剛我有講過 其實也是李院長跟我講的 不見得是所有的醫院都願意去承接 這個中途驛戰的流浪的貓 請問是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每一個醫院或醫生 願意去接受這樣的貓咪 這應該怎麼講呢 就是說其實愛媽 大部分都有一個特質 他們就是對貓 滿有愛心 很有愛心 不過他們也是特別敏感 有一些東西你帶來醫院的話 當然醫生是希望說 你就把這個治療的部分交給醫生處理 就是愛媽常常會在旁邊有些指導啊 指點啊 應該怎麼樣怎麼樣啊 這些的 那這有時候會造成醫生在治療方面的一個困擾 那再來就是費用方面也是一個啦 當然就是說 有的愛媽他們當然就是比較乾脆 那我們也是就是該怎麼處理 都跟愛媽講清楚 然後就照這樣處理 那有一些愛媽他可能就是 應該怎麼講他沒有那樣的準備跟能力 可是他就想救他 他就希望你去救他 可是這種的話我會建議說就是 交給公家單位 動保處去處理這樣子 動保處也會有配合的醫院去做治療啦 其實是這樣子 這個真的是就像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這個其實涉及到我們自己 社會裡面對待生命的看法能力處置的方式 這是一個很深刻的問題啦 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是在於對待弱勢的態度 你對待弱勢你能夠處置他 而你有一個好的方式去處置他 那才是一個社會真正的內涵 我現在講到這一個貓咪的照顧 我回過頭來來請問小巴好了 就是說你們收養這個貓咪 然後請李醫師他們跟他診治 那健康以後當然就是暫時回到 這個中途的咖啡廳 然後有一天你們希望他能夠找到好的家 給他一個家 那請問一下你們是怎麼去 評斷一個家庭有能力去收養這隻貓咪 我們基本上其實會跟一般的中途 比較不一樣是我們會在前期的審核 做得比較細心一點 那在後期會對於覺得說你今天已經領養了這隻貓 那你就是這隻貓的新世主 所以在領養的後期我們就比較不會太多的干涉跟干擾 比較希望大家用這種分享的方式 那前面呢我們就會譬如說可能我們會希望店裡面的那個領養人來店裡面實際的跟貓咪去做一個互動 那你要今天真的知道這隻貓咪的個性然後去聽我們工作人員的解說 因為每隻貓咪可能當下的個性表現跟他真正實際的個性是不一樣的 或許他今天剛好就是心情不好就躺在那裡 然後你以為他很乖沒有他超皮 就是有這種狀況 那所以我們就是你今天真的挑選哪一隻貓之後 你就可以去詢問工作人員 那我們會希望你透過至少一天以上的深思熟慮 因為現在所有的貓其實醫療啊飼料啊都非常好 可能會養就是照顧十五二十年都有機會的 那我們會希望你先去規劃你未來這十五二十年的人生 真的有辦法跟這隻貓咪就是一起生活 然後而不會因為中途狀況啊就做一些棄養或什麼的 全部都思考清楚之後再回過頭來我們店裡面寫一些領養評估卡 那這評估卡其實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就是會希望你在寫的過程中去了解我到底有沒有對於養貓這件事情做好的功課 譬如說我要餵牠什麼牌子的試料啊 我要餵牠什麼口味的罐頭 我要用木屑紗用礦室還是用豆腐紗 我要把它養在什麼樣的空間 我要不要幫牠保保險 其實這些問題都非常非常的細膩 需要大家去做功課跟研究 那當你們把這些功課做好之後呢 我們就會做評估 那我們不會去介意說這個人到底是不是新手養貓 比起新手養貓 我們更介意的是那種用以前的觀念養貓 然後剛好可能牠以前像我們曾經有遇過一個阿姨 我不太確定這個 反正我們曾經有遇過一個人 那牠的貓咪呢是會偷喝牠們家的咖啡的 但是因為那隻貓咪非常的健康 可能也是活到了十幾歲 二十歲這樣子 所以那個阿姨就會覺得說 喝咖啡這件事情其實對貓咪來說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事實上咖啡因對貓咪來說是有毒性的 它是沒有辦法排掉的 那我們就會去教這個阿姨說 其實咖啡也不可以給貓咪喝 但是因為阿姨已經養了一隻貓 而且這樣子的養法貓咪沒有過世 牠就會有一個這樣子的 我覺得算是迷思啦 就是在腦海裡面 牠就會聽不下去 我的主婦也抽了一輩子煙 活到幾十幾歲 但是抽菸就是不好的行為 所以其實比起這種新手養貓 就是像這樣子的不願意去調整自己新的觀念的人 我們會更害怕一點 你只要願意學習 願意去跟著時代去了解到底貓咪是什麼 我們都很樂意去做送養 那當然後續如果說家裡面有一些狀況 假設說你不曉得門窗防護怎麼做 你不知道貓跳台該放哪對貓咪比較好 我們都會去家裡面幫你去做一個規劃 譬如說飼料放哪比較好啊 跳台放哪比較好 就是因為貓咪會有貓咪行為的問題嘛 那有些人可能不清楚 我們就會去家裡面幫他們去設計 像貓咪的一些娛樂的動線 或者是一些看窗外的這些安全措施這樣子 哇這個聽起來是全套的 你說其實我印象很深刻 你剛剛講了一句話 就是說你要養一隻貓的時候 你必須想這往後的20年 你自己的人生 我相信這個很深刻的經驗 就是大部分的人在養動物可能是出於死 好可愛喔 眼睛很藍啊 什麼皮膚 顏色毛髮很白等等 可是牠是跟著你的 那這20年來你對牠是有責任的 然後到時候還會有那一種 分別的那一種 那種心理的傷痛要去處理 那另外是不是說 剛剛小巴也講到 那真的是全套的東西 你要養一隻貓 你要放在哪裡 牠要怎麼處理 怎麼照顧 這真的是 聽小巴這樣講 就是你們對於一隻貓的出養 有很縮密的這一種思考 你根本上就可以提供一個package 你們其實我想到你們這個商業模式 以後還可以提供諮詢 然後讓這種愛貓的人 其實可以付一點錢 然後回答他們諮詢 然後這個錢又可以用到以後的 各種那種 貓小孩的那種生命上面 剛剛我聽小巴 在節目之前 我聽說她 你們的現在裡面的店裡面 總共養了多少隻貓 三十隻貓 我自己家裡養了三隻貓 都已經快要抓狂了 這貓會追來追去 然後會喵喵叫晚上 你們是怎麼照顧這三隻隻貓 我們基本上會有 就是大多數的貓咪都會在 跟客人同一個空間裡面活動 然後不會做關龍 然後只是說可能假殺間剛來 或是我們會有個小房間 是人類不能進去貓咪可以進去的 他今天如果覺得累了 他可以進去貓房裡面做休息這樣子 對不起我插一個嘴 為什麼是人類不能進去貓咪可以進去 因為就是有時候可能人家想要跟貓咪玩 但是這隻貓咪覺得累了 或是他今天覺得說今天夠了 他就可以自己回那個房間去休息 他就可以不被人類打擾 安靜的休息這樣 這個空間是專門這樣設立出來給他們的 那當然除了這些空間之外 我們會有點算分門派 就是A貓跟B貓不合 跟A貓比較好的這一派 可能晚上就在這一個房間 跟B貓比較好的這一派 晚上就在另外那個房間 像這樣子做一個簡單的小隔離 這個其實就剛好 正戳中了痛點 如果說那個貓咪本身會追逐 他也不是什麼惡意 就是有一隻貓想要去玩 然後去追其他的貓 可是其他的貓又不想跟他玩 那通常你們會怎麼 三四幾隻貓 你就算隔離好了 可以分成三大門派 每一個門派也有十隻貓 他不會這樣子吵啊叫啊 其實貓咪追逐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一個 算是貓咪行為啦 貓咪每天每天是需要狩獵跟巡邏的 那在貓咪這個追逐的過程中 其實就可以滿足他這個狩獵的欲望 所以其實只要不要真的是 譬如說打出一些出血啊 或是一些狀況來說 簡單的追逐我們都會放任他們去追 那他們會不會比如說半夜啊 要餵死啊 還是說有一些要朝你們起來 要去照顧他們的現象 通常來說 因為貓咪是屬於比較成婚型的動物 所以他是清晨跟黃昏的時間會比較清醒 那我們的飯都是屬於認識制的 那就是他們就是想要吃的時候就有去吃 但是因為我們畢竟不是住在店裡面 所以晚上時間會不太就是沒有人啦 那他們就是想要開趴就沒有關係這樣子 但是我們也有遇過那種早上來店裡面的時候 哇 音響都被摔到地上 音響開到最大聲啊 然後到處都是東西倒得亂七八糟這樣子 OK 那就是只能默默地承受這一切 然後把東西收起來這樣 好 那剛剛有說到這個貓貓 你們有曾經遇到一些蠻奇特的事情 是有人還把貓貓放在你們的店 希望你們收養是不是 對 我們其實很久以前剛開門的時候 那個時候門口沒有裝監視器 然後在就是反正就有一天我們關門下樓的時候 就發現有個紙箱 然後裡面就有兩隻很可愛的小小貓這樣 然後就知道說應該是被人家故意丟在這裡的 我們曾經其實也有遇過那種隔壁鄰居 然後拿著就直接拿著一箱小貓來 然後就來我們店面就嗆聲說 這個貓就是給你們反正不是我的貓 你們不要的話我就把它隨便丟在路邊等死這樣 就是有點這種情緒勒索的語言 對 然後都會讓人家覺得非常難過 那你們怎麼處理啊 我們通常一定是當下會採一個拒絕的態度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如果真的讓它一次兩次的特例下去 哇 那很有可能未來會生生不息 那其實對我們自己的醫療照護都會沒有辦法照顧得起來 因為我們收容一定是有一個限額的 它超過那個限額其實對每一隻貓都不好 那當然私底下我們也會做一些其他的處置這樣子 其實這件事情早在小時候我抱貓回來養的時候 我的父母親就是用這種方式這樣子 你如果養牠的話就會更多貓出來 然後要你養 那這個真的是一件蠻需要決斷的事情 你充滿著愛心去拯救這些生命 那照顧這些生命 但是有時候你知道你的能力 就是到一個盡頭的時候 你為了手上的生命 然後你不能夠再承擔更多 這真的是一個學習需要蠻大智慧的那種過程 所以如果是 那這樣子的話我想最後再請問一下這個小巴 就是你們家裡的這些設施活動會不會鄰居來 有時候來抱怨他們很吵 晚上怎樣什麼 有沒有處理過這些事 其實還好耶 我覺得我們鄰居人都蠻好的 對啊不管是樓上的住戶 或者是周邊的鄰居 而且我們甚至有看到有一些外面的鄰居 就是門口就已經有飼料跟水 然後我們那個店裡面旁邊的街貓都被養得就是肥肥圓圓 然後很可愛跑一跑去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這一區的人對貓咪來說 其實都是算蠻友善的 對 我覺得人是這樣子 有時候善意就會激起善意 有時候你對人家講話不客氣 人家也就會講話對你不客氣 那很珍貴的是 可是善意這個東西它很珍貴 有時候很脆弱 因為你要付出很多心力去維持它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 被你們激發出來的一個善心 要不然的話很容易發現它有什麼養貓很吵 然後賣貓叫很臭 味道都傳到我這邊來等等的這些問題 所以真的不容易 我覺得這個養一隻貓 中途這個咖啡廳 這個實在是一件很 需要非常多心力構思的事情 我們佩服這個小巴 他的年紀比起來相對於我們都輕 然後可以有毅力的去執行這個事情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 再請教這個小巴 就是他的這種中途咖啡廳 要如何來經營 有哪些細節 他付出哪些心血 還有配合的這個 建築動物醫院的李院長 怎麼樣跟他們一起來合作 對這些貓進行醫療上的照顧 好 那我們就進行到這裡 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進行我們的公式好好說 走進時光隧道 踏遍每個街角 城市的摧探瘋狂 高雄廣播 陪伴你探索 找工作防售片有五步 一不繳不知名用途的款項 二不購買不推銷自己不清楚的產品 三不隨意將證件信用卡交給公司保管 四不隨便簽署文件 五不為薪資待遇 勞動條件不合理的公司工作 找工作時請查明公司是否合法經營 運作是否正常 如果碰到面試草率 輕易錄取待遇優厚不合乎常理的情況 請注意潛在的人身安全或暗藏求職陷阱 求職多觀察 工作更安心 高雄943關心您 戴姿穎 聽說你是防災大使 最近我的寶寶出生 有什麼厲害的神器可以維護居家安全呢 那一定要介紹好用居家物品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它可是具備及早通報便於安裝 易於檢測等多個優點 而且偵測到煙霧還會發出聲響呢 那我要多買幾個裝在家裡 這樣我和寶寶都安心 助警政策搶先機 知家安全有助力 以上廣告由內政部消防署提供 捐血有愛因為你在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捐血中心鍾永松 最近南部血液庫存不足 邀請您一起晚秀捐血幫助病友 捐血活動的相關資訊 和以上高雄捐血中心官網FB粉絲團 或是搜尋LINE愛捐血官方帳號查詢 歡迎繼續收聽高雄廣播電台FM94.3AM1089 高雄廣播電台 公共的事您我的事您現在所收聽的是高雄廣播電台與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 管理研究所合作直播的公事好好說 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公事好好說節目 公事好好說在每一週下午的五點半到六點半 在這個小時裡面邀請大家一起來關心公共的事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我們的養一隻貓吧 貓咪中途咖啡廳的創辦人黃思宇小巴 然後還有我們建中動物醫院的院長李萬鵬院長 他們是跟中途咖啡廳合作的提供醫療支援的動物醫院 好 那剛剛我們前30分鐘聽這個小巴跟院長聊了很多關於貓咪的收養 然後照顧 然後出養 然後養一隻貓咪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心態 非常深刻 我很少聽到有這麼 我很高興台灣的公民社會現在那種力量越來越強 能夠自己找到一種方式去實踐它對社會的秩序的正面貢獻 然後實踐自己心中的理想 那我們現在下半場我們進一步的再來深入的聊一聊 這個首先我們來問小巴 就是他這個貓咪中途的咖啡廳 你是怎麼樣去經營他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然後讓他可以貓咪在那裡面 又可以住得很舒適 然後客人去那一邊 又可以跟貓咪互動 並且從你們的一些教學 然後來購物 然後來參與這個教學 而獲得一定的經濟上的支持 所以等於是確保了貓咪 也讓客人來可以了解很多 進一步的了解貓咪的需求 然後對生命的一個尊重 你是如何去做到這樣的一個咖啡廳的經營 我們其實跟其他的咖啡廳會比較不一樣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說的 我們比較希望它是一個共享空間 所以我們店裡面是沒有椅子的 基本上就是大家席地而坐這樣 那席地而坐就有個好處 就是大家不一定要待在座位上面 你可以到處亂走 你甚至可以跟貓咪一起躺在地上 只要你不覺得丟臉的話 就是你可以跟貓咪一起享受這樣的一個空間 享受這樣的一個悠閒下午 那我們那個時候的理念 就是當人類開始放鬆的時候 其實貓咪才會跟著一起放鬆 那你雙方都放鬆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真的去抓出 這隻貓咪的個性到底是不是適合你 它到底就是跟你有沒有這個頭遠 有些貓咪很好玩喔 它明明是親人的 可是它就是會特定幾個人親 特定幾個人不親 那你也不知道它的邏輯是什麼 但是就是會有這樣子的狀況發生 所以其實我們覺得比起說 你來選擇貓咪 倒不如說是有點像是一個婚姻媒介鎖 就是雙方要互看順眼 你才可以好好的把它帶回家的這種感覺 我突然覺得這好像可以讓貓咪來看相 你知道嗎 進來的人是屬於哪一個星座的 對不起 對 那當然店裡面呢 就會提供一些飲料啊 餐點啊 這些東西來讓客人們 就是做一個享用 那就是說我們會希望人類可以 就是長時間的待在店裡面 可能不只30分鐘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你才可以真正的靜下心來 但在過程中你可能會渴 可能會餓 那我們就是會提供一些小點心 讓大家至少帶帶舒舒服服 那小點心上面就會有一些設計 就是譬如說像 對於貓咪會有比較嚴重的一些 溶血反應的巧克力啊 這種就是完全不會有 雖然說巧克力的利潤是很高的 但是我們其實說實在話 客人這種 就是你就算叫他不要偷偷餵貓 有些客人他就是會忍耐不住他的手 然後就會想要這樣子 所以就是與其就是有這樣子的可能性跟風險 我們倒不如所有的東西都是製作成 至少今天貓咪吃了不會有致命的危險的 就是所有的東西品項在挑選的時候 都會特別注重這一點 那當然就是還是不可以餵貓 還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東西雖然說是 它畢竟還是屬於人類享用的 所以貓咪吃了可能還是會拉肚子 所以我們一定會一而再再的時間 去提醒這件事情 但是就是還是難保萬一啦 所以就是會特別的做這一些的選擇 那當然店裡面呢就是除了像這樣 這些咖啡店的空間之外 平常也會開很多課程 像是一些貓咪的膳食課程 然後行為課程啊醫療課程啊這些東西 讓不管是有沒有養貓 或是已經養了還沒養的想養的四組 都可以先來做一個學習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現在的貓咪 其實已經跟以前的觀念差很多很多了 像什麼 其實時代一直在進步 餵養貓咪的方式 現在是以種肉為主 因為貓咪是全肉食的生物嘛 那以前會說五穀飼料就很棒 然後現在會發現其實五穀飼料 並不是真的這麼的優質 那這一步一步都是因為時代的關係 就是一直一直在對貓咪做研究 所以有不一樣不一樣的產物出來 包括醫療也是 現在的醫療其實也很發達了 像以前的貓瘟基本上是致死的 那現在的貓瘟其實也是有藥可以做醫療的 只是說很多人聽到貓瘟 就還是很害怕 說紅毛問的貓我不要這樣子 就是這些觀念我希望可以慢慢的去導正大家 然後讓大家在養貓的時候 也可以去吸收到很多很多正確的觀念 就是我們店裡面主要一個營運的方式 就是採用入場費的方式 那入場費就可以摺理餐點飲料或商品 那當然平常也會有一些教育意義的課程 或是我們現在有接一些像是學校的生命教育營 對 然後去做這些事情這樣子 我聽你在陳述的過程之中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是一個生命教育 我覺得這個不只是養貓 這個其實是給台灣社會自己本身在反省一件事情 生命是什麼我們如何看待它 照顧貓照顧一個生命 那你剛剛講到的我好多問題想問 比如說有沒有人來這邊看看貓然後就收養 其中的貓這樣子會不會發生這種情況 有啊有沒有遇過那種就是本來不是想要領養的 甚至可能是被女朋友有沒有拖著來 一開始就沒興趣在那邊滑手機 然後滑著滑著就說好像蠻可愛 不然摸兩下摸著摸著可能一天兩天 不然就來領養吧 那會不會有一種情況是那隻貓本身會 比如說很黏某一個人 然後想要跟牠親近然後變成頭緣這樣子 有啊我們也有遇過就是有一隻貓是特別親某一個人 然後也是像這樣就是可能一次兩次三次 牠就越來越愛牠 然後我們也有遇過那種這個也很特別 我們曾經有一個客人 就是我們有一隻貓非常非常怕生很膽小 永遠都躲在冷氣的上面 牠會飛上去冷氣上面 然後那個客人就很喜歡牠常常就坐在桌子 然後就這樣盯著那個冷氣上面的貓 一看就是兩小時 然後就看著看著本來只是來看看牠可能療癒自己的心理 結果看著看著牠就把牠帶回家 然後帶回家買了一台一樣的冷氣 然後牠可以飛上去睡覺 我就想說哇這是緣分真的是很神奇 對啊所以我真的就是覺得這就是一個生命意義 對人自己對貓都是一個生命意義 其實對你可以講的是對狗 對所有我們身邊所有的生命 這是一個很好的那種教育 我順便問大家 剛剛有那個小巴有講到 就是有些人甚至於會抱著一個貓 來到你們這一邊就叫你們養 那你沒有辦法因為這個你們的良好的照顧 是有一定的運轉能量 你們沒有辦法超過 那目前你們店裡面的30隻 就已經是一個最大的運轉能量了嗎 對其實30隻已經是極限了 再多我們其實有做過很多的測試 有時候就是我也會不小心心軟收太多 你就會發現其實當貓咪太多的時候 那個整個壓力 整體的壓力都會變很大 所以這個真的是我們已經 就是這幾年來這樣測測測下來 大概就是30隻 其實現在後面還有很多在排隊想要入店的貓 可是真的就是沒有辦法 排店入店的貓是 牠會註冊嗎 對對對就是我們會有個登記表 就是哇這真的是你們真的是福地天堂 這個要有很好的那種機緣的人才 的貓才能夠進到你們這個地方 才會是一樣的 對對 你們這個30隻 牠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限額 是因為什麼空間嗎 人力嗎 財力嗎 最主要還是空間的問題 因為當你今天空間 因為貓咪也會有地獄性的問題 雖然沒有狗狗那麼的強烈 但是也是有 所以當牠今天空間 開始被壓縮的時候 其實貓咪就會有一些鬥爭的行為 對 對 我要馬上講到就是說 其實你們現在等於 如果這個商業模式可以 因為你們已經有整套的教育 然後制度 它也許可以複製在其他的地方 對 不過這個可能就是要找到真的有心的人 跟你們一樣這麼有心的去進行這一種 對 其實養流浪貓對我來說 整件事情最難的地方 就是我們偶爾還是會救到一些 你沒有辦法救活的貓 哇 這種生離死別 你居然花再多的錢 再多的心力 牠就是沒有辦法救活 牠就是可能有牠該走的路這樣子 但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對很多人的心理壓力都是非常大的 我們有聽過很多愛媽會因為救不活貓咪 所以導致牠自己開始抑鬱啊 憂鬱啊這種狀況 你說救不活 是當下救回來的時候就救不活 還是說你們養了一陣子以後 牠就生病了還是什麼 都有可能 因為其實很多貓咪說實在話 我們撿到的時候 不曉得牠潛在的基因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像有一些貓咪 牠可能原本都是看起來很正常 結果其實牠有一些基因上的問題 沒有辦法再去做更好的照料跟治療的時候 牠就會有點像是回光返照 你會以為牠好像很健康 但事實上其實沒有 牠很多內部的東西都已經在衰敗 那這種就會很讓人心疼 就是你會覺得說會很多的自責啊 是不是自己可以再更有錢一點就好了 自己可以再更有時間一點就好了這樣子 那講到這個也許我們來請教一下那個院長 就是說以貓咪來講 就是你覺得養貓 或你這麼多年行醫的經驗 對於這些動物們的醫療照護來講 有哪些你覺得 你希望將來台灣整個動物醫療的照顧 你有什麼期待 你有什麼樣的希望大家能夠做得到的 或者是說你對於養一隻貓來講 牠如果出現什麼樣的症候 其實你應該能夠怎麼樣的去照顧牠 其實動物跟人真的是動物是人的好朋友 牠可以對我們的心靈做一些一致 所以我想現在來講的話就是 我們貓咪的話 現在其實流浪狗的數量已經有被控制了 因為貓咪的移動比較迅速 又捕龍 不是那麼容易捕捉 而且貓在外面的話如果沒有結紮的話 生育也是一個問題 會有更多的浪貓產生 所以基本上我是覺得就是 一方面我們要減少流浪貓的數量就是說 現在做TNR就是 即使沒有要養牠的話 也可以把牠佑補先做劫育手術 而且就是說不要一直餵牠們一些人吃的食物 這樣可能會造成一些疾病的發生 就是有一些人都會擺一些廚餘或什麼 在那邊餵流浪貓 其實應該是用貓食會比較適當 那當然是在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未來的話 可以用一些教育的方式 就像貓爸有辦一些講座 讓一些民眾了解怎麼樣去養一隻動物 那你養動物不是一時性期 你必須要有一些準備 要有一些基本的知識 那我也是覺得說 我們現在像高雄市的話 里應該是我們一個基本的單位 我們可以看里長能不能配合我們 去做一些宣導 或是說做一些貓咪的 幫助貓咪做一些絕育 或是說一些就是教育講座這些東西 對的工作 主要就是我覺得是 之後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 OK 其實這個我剛剛院長講的就是 我也很想問這個小巴就是說 在你們發展出這個咖啡廳 這個中途小巴 可以跟你們的鄰居 或者是在地的里 這個地方的社群 可以有什麼樣的互動 他們可以有沒有可能提供你們什麼樣的資源 或者不是反過來他會提供哪一些負擔或障礙給你們 其實現在最大的一個議題就還是在TNR的部分 很多人會習慣性的想要餵食流浪貓 就是可能看牠可憐 對不起我插個嘴 TNR是什麼 TNR就是剛剛院長說的就是 誘捕結紮在原地放養 最重要就是結紮這個動作 讓貓咪們不要再一直一直不斷的生下去 這樣子 那當然現在這一件事情之前 很多人會習慣性的餵食貓咪 覺得說貓咪好可憐好可愛 然後你就會餵餵餵 那在你沒有確定牠有沒有被TNR之前 你去做餵食的這個動作 其實是更容易讓牠們去生下各式各樣的貓咪 那其實貓咪在繁殖的過程都是非常非常快的 當你見一個注意可能 哇一胎又是五隻 一胎又是五隻 然後一年可能生個一兩次 那個速度就會很快 那就會造成環境的一些問題 所以這樣子反而會開始慢慢的 當環境問題變多了 那鄰居當然就比較不喜歡貓咪嘛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可以去控制這個數量 只是說TNR這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當我今天在做幼補的時候 如果周邊的鄰居還在餵食 那我會抓不到 他會沒有辦法 因為他今天已經吃飽了 他自然不會進到你的籠子裡面去吃那個看起來比較危險的食物 所以我覺得TNR這件事情 他可能比較真的是需要一個 算是一個團體 社區的合作 對對對然後一起去做宣導 譬如說我們可能今天需要做幼補 那我們這三天就要請鄰里全部都不要餵貓 不然這個一餵下去 哇你又抓更久 是 對 哇那這這 所以好我現在稍微簡單重點就是 如果我現在看到一隻或一群流浪貓 所以我首先要找怎麼樣 動保處嗎還是怎麼如何幼補 現在有很多那種民間團體 就是幫忙進行幼補的流浪動物協會 或是像我們店裡面自己也有在租借幼補籠給大家 OK OK 然後抓到以後我們先送到醫院請他們檢查 然後結紮 然後如果真的不能養就再把他們犯為原來的地方 對對對 是是是 哇這個這個很好的訊息 這個聽眾朋友 這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不是做好心做善意 然後拿你家裡愛吃的東西 你愛吃也給他吃 然後這樣子就是善意 所以先想辦法幼補結紮 然後能養就養不能養就放回原來的地方 好的那我想再請教就是說 那大眾如果想要說養貓咪 需要特別注意什麼樣的事情 他們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難題 然後能夠找到怎麼樣的解方 這個問題其實都兩位都可以回答 我們就先請問小巴好了 其實以現在我覺得 就我們自己來看養貓的人來說 很多都是因為譬如說朋友家裡面養了貓 或是網路上看到貓咪可可愛愛 然後就想要養這樣 但是他其實貓咪 他算是一個比較獨立自主的生物 他沒有辦法真的就是很聽你的話 像狗狗一樣 他其實有他自己的個性 跟他自己移動的方式 他可能一跳就會把人家所有東西都弄下來 把人家沙發抓爛啊 這種東西 所以我覺得 就是大家在養貓之前 還是要先稍微思考一下 關於貓咪的習性 到底是不是真的適合你的生活 而且還不單是你的生活 是你整個家裡面的生活 你的爸爸媽媽能不能接受 你的阿公阿嬤對貓會不會有反感 甚至你家裡面的親朋好友 會不會對貓咪過敏 這些事情其實都還是要 很詳細的去了解這些資訊 因為我們也不希望說 你今天為了養一隻貓咪 然後結果弄得家裡面 就是不和不睦 其實這些都是不好的 那當然就是 在這一些 就是剛剛前面有講到 就是貓咪一養就是15、20年的事情 那當然我覺得 不是每個人都一定 一生能夠順順碎碎15、20年了啦 總是會遇到一些狀況 像那次疫情的時候也是啊 我們就有遇過領養人士 疫情的時候失業 哇那一陣子他就很辛苦 然後又要照顧貓咪這樣 那當你今天發生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可能要優先先想個後備方案 譬如說有誰 假設你今天要出國留學 或是什麼的 那有誰可以先幫你暫時照顧這隻貓咪 就是這些部分要先做好準備 然後再來進行貓咪的領養會比較好 真的 這個小巴講的 這個貓咪是一個生命 跟你這個生命的相遇 那你跟他相處的時間 必須要照顧到他的種種的事情 而且跟你生命有關 就會跟你的家人的生命有關 他雖然跟你也很投遠 可是如果你們家裡有一個人是過敏啊 然後貓咪是很獨立自主的個性 這一點我想養過貓咪的人 每一個人都深有感觸 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只要在桌上讀哪一本書 他就走過來一屁股坐在那本書上 那我會另外去擺了一本書 請他做那一本書 可是我每次就是只要我看哪一本書 他就必然坐在那一本書上 那這意味著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你只要在打電腦的時候 他一定一屁股就走進你的鍵盤 然後你的電腦就會出現很多 你從來沒有想像的功能這樣子 然後救都救不回來 你的資料就不見了 諸如此類的事情 真的是很多 貓咪真的是很獨立自主 才我們像我們說 我們自己養貓的人叫貓奴 我想同樣的問題也問院長 就是說你以醫療的角度來講 如果我們要養一隻貓 有哪些事情特別要注意一下 喜歡貓咪跟養貓咪其實是兩回事 當然大家都喜歡貓咪 那你一定要先要養之前 你一定要先評估自己有沒有能力 因為畢竟你養一個生命是需要有花肥的 你要有這個預算 那再來就是說 家裡的環境適不適合 我們也看過有人養了貓咪就養一養 就不像棄養了他不想養了 跟他想像的是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要養貓咪之前還是要做一些功課 那我覺得這些訓練跟這些知識的來源 就可以就我剛剛講的 可以像貓爸或是說 里長如果願意辦一些社區活動 可以做一些推廣 那養一隻貓咪的話 當然第一個你一定要先做預防 就是內外寄生蟲的去除 還有那個預防者的施打 還有幾項傳染病的篩選 就是先做預防醫學 那等到這些都OK了 你就可以放在家裡放心的養他 那去學習怎麼跟他相處啊 這些的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這個過程裡面 我想到一個問題就是 很多人在笑說我們健保的 我們去看醫生 付的健保費比較少 我們帶貓貓去看醫生 付的錢比較多 那因為我們有健保 貓咪沒有健保 我不曉得這個問題 也許對兩位來講很陌生 但是貓貓會有 你們有沒有想過 這個貓貓應該有一些他們 貓 狗 寵物 可不可能有一個這種 類似健康保險的這種制度 有這種東西嗎 其實寵物現在是有寵物保險 只是說現在寵物保險 它的規劃並不是非常的完善 所以現在寵物保險都是一年一約 而且可能每一年每一年 它都有不一樣的變動跟更改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是要看 保險公司那邊 什麼時候可以真的做出一個 比較完善的配套 然後我們再來去選擇 要做什麼樣的寵物保險比較好 它是不同的險種 不同的疾病 不同的險種這樣嗎 應該說是因為寵物保險太新了 以現在來說還算是很新的東西 所以可能在保險公司 在預估的範圍中都沒有很準確 所以才會變成每一年都會一直做變動 可能越來越貴 或是可能它理賠東西越來越難 那這個就只能在 就是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干預這種事情 對啊 就只能在持續的等待 看保險公司什麼時候可以推出 真的是很好的寵物保險這樣 是是 好 那剛剛這個小巴有講到說這個貓貓 他們蓋這個咖啡中途咖啡廳 有沒有人中途出養之後 你們覺得很不行的 到最後被迫又去把它追回來 覺得你這樣養貓真的不行 我們其實在前期真的就是會講很多事情 就是不管你怎麼照顧貓 怎麼選飼料 然後怎麼做防護 這些東西我們都會教得很細 所以在領養人的篩選上面都會比較 因為比較嚴格 所以會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是難免難免真的會遇到一些狀況 像我剛剛前面說的就是 曾經有個人他領養了一隻貓 他對那隻貓咪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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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 就疼他愛他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他失業了 那失業繳不出房租 他最後只能去住他阿姨家 結果他阿姨超級無敵討厭貓 他們就只能把貓咪關在陽台 那這種時候其實 其實只要這個人確定他的心 都是把貓咪擺在第一位的 那我們就不擔心 因為他會自己做功課 他會自己想出路 他不會隨便的因為遇到事情 就把貓咪丟掉 所以他想到的出路就是回來 再問我們說該怎麼辦才好 所以後面我們就是 反正就是幫那隻貓咪安排了一個位置 讓牠再回來店裡面 等於說重新送養了 因為沒有辦法 牠沒有辦法再飼養了 那我們就重新再做審核送養 OK 所以你們有類似這種共享團體嗎 就是大家在一起分享 你這個貓怎麼照顧 現在我遇到什麼困難了 然後我來問這個團體 不只當然小爸很專業很熟 可是你們有沒有一個團體 我又回到這個社群 回到這個群組來 然後問我現在遇到什麼問題 有沒有辦法可以解決 你們有類似這樣的群組嗎 我們有一個領養人的社團 就是所有的領養人 就是不只你可以在上面拍一些 你家貓咪好可愛 就是炫貓的照片 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是有任何問題 我們都可以在上面做回答 那當然裡面有很多的愛媽 或是一些其他的動物相關產業的人士 對 都可以做一些 你們這個 抱歉冒昧昧距離 你們這個群組有多少人 現在差不多三百多多 三四百多 我們有去看人數 哇這個很大 這個這個 在一個里裡面 搞不好這個可以動員很多選票 可以叫里長好好的 跟你們一起合作 進行這個貓的那種救助 所以你們 因為你們這樣很小心的去篩選四組 所以貓送出去以後再送回來的案例就比較少 對啊比較少 那你怎麼確認它是貓貓受到照顧 你們會去訪視嗎 我們前面的半年會比較積極的去關心 就是譬如說尤其是那種沒有養過貓的人 我們就會稍微詢問一下說 最近有沒有什麼困難 或是最近貓咪過得如何 適應的怎麼樣之類的一些問題 但是基本上在半年過後 我們就不會有太多的打擾 因為我們覺得今天貓咪送出去 牠就是你的兒女 那當然你就是要勢必的想辦法把牠照顧好 因為我覺得太多的打擾 反而會對領養人造成一個一定的壓力 對啊對啊 那今天我們既然前面已經做了這麼嚴格的篩選 那我當然就是相信你 如果我今天又不相信你又要送你 我還要去訪視 其實說實在對我也辛苦啦 我就想到說你們這種仿視 或你們所花的人力成本 這不得了 你說送五百隻貓 我想到你們說你群組三百個人 所以如果說你送五百隻貓 這五百隻貓的四組都變成你們群組 那你們群組應該有五百個人 對 只是可能大家不是所有人都會習慣用軟體 或是有些人是一個人可能養很多隻貓 像這種的 像有一些四組是他一開始養一隻 貓咪就這樣會繁殖 就是原本養一隻 然後又養了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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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養越多隻 所以你們遇到過四組最多有養幾隻貓的 我們遇過養五隻的五六隻的都有 但是通常到三隻以上 我們就會開始勸退他 就是差不多囉 我覺得OK囉 我是建議不要再養了啦 是是是 今天真的是很高興 邀請到這個房思雨 那個貓咪中途之家的這一種創辦人 以及那個建中動物醫院的院長李萬鵬 李院長 跟我們深入他的那個 關於貓的照顧跟這一種收養 這是一個對生命的那一種 自己生命的期待 以及對其他生命的那種期待 這個很深刻的反省 我們這個社會應該對於 自己的生命跟其他生命 要有什麼樣的態度 我們非常感謝 這個再一次的感謝 黃思雨小姐跟李萬鵬醫師的那種參與 我們有機會我們再來 請他們再來繼續聊一聊 這個如何照顧我們身邊的這些生命 感謝 謝謝 謝謝 好那今天節目進行到這邊 謝謝兩位來賓 謝謝各位聽眾的收聽 公事的是你我的事 公事好好說 我們下週一 五點三十再見 公事好好說 節目由高雄廣播電台 與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合作直播 每週一下午五點三十分 進行到六點三十分 謝謝您的收聽